所以剛剛最後其實也是利用前面講過的這三行 有沒有,先開一個CSV 然後把剛剛的這些東西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變成一個S 然後直接把它存檔,OK 可是如果我希望不要是CSV 而要是Excel的話 那一樣嘛 這個又是前面講過滿多次的 有沒有 就是你不能直接串成文字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串列 變一個串列 想說老師那我這一串要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串列呢 那基本上當然有幾個方式 就是說第一個 如果你假設之後呢 不太知道怎麼做 我是建議你可以切回到那個我們的0601吧 0601的第三頁這邊不就有了 第三頁這邊就有一個就存為Excel程式碼的範本 第一步的話呢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三行 直接Ctrl-C 那因為這三個是產生物件嘛 所以你就是把它貼到上方就可以了 上方 貼這裡好了 反正只要是上方就可以了 OK 那也就是說啦 如果你要變成Excel嘛 你如果你要存Excel一定需要一個工作部物件 然後你也需要一個工作表物件 那利用這個工作表物件就是append嘛 就是append就是要加到工作表的每一列嘛 所以append就是放一列 放一列 這也不用管藍 反正append你幾個資料 他就加幾藍資料 OK 所以只要是橫向的 OK 好 所以這個是Step1 對不對 那Step2的話呢 當然就是什麼 要寫入那個工作表 那需要在回圈裡面加這個 叫做Shit.append 那目前這邊是List 可是目前你想說 老師那 我們目前只有什麼 只有List123對不對 那可是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不可能說把這個List 1放進去嗎 不對啊 他變成全部都是 那個不對 我們變橫的 不行 所以呢 變成說你要在這個回圈裡面 也許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乾脆 所以直接在這個回圈裡面 回圈的裡面有沒有 如果你們看之前的那個 有一個題目 那不然我們再增加一個叫List4好了 所以在這邊加一個List4 利用這個List4 把123全部串進去比較好了 OK 那所以等於什麼 這邊等於 先產生一個空的嘛 然後呢 再把這個123 這個串列裡面把它分別 放到List4裡面 所以呢 我怎麼放List4點Append Append的呢 你就是直接 因為這邊是個回圈嘛 那你就是直接先放List1 因為我一樣嘛 List1裡面放的是 它的類別名稱 那裡面一樣中瓜 第幾個 第i一個 OK 底下這個 這個我就先 這個print這個就 先不要理它 這個把它先註解掉 OK 好 那所以呢 內別就放進去了 再來放第二個 就是中文名稱 中文名稱的話 把這邊改成2就好了 有沒有 先放1 再放2 再來什麼 意思類推嘛 再放3 所以這邊下一行的話 就放第三個 所以這邊放List3 所以它就123 然後就Append到List4裡面 所以呢 再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print出來看一下 是不是List4裡面是不是我們要的 就是裡面的話呢 它是放一個一個的 這三個資料 把它串在一起 OK 那因為呢 這邊我們假設它print了之後的話 它會回來這裡 放回一圈下一個嘛 那因為開頭又是一個 List4等於空的 所以它會把之前的那一列的資料先清空 再串下一列的資料 OK 所以每一個都是下一列下一列的 裡面的都是先清空嘛 然後再放資料進來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存檔 這個可能 這個就把它刪掉了 不要存CSV 我們把它存成Excel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好不好OK 把它執行看一下 看有沒有成功 它出現 我還少一個什麼 它出現的是 裡面 裡面還有其他的標 有沒有 它連標籤都幫我加進來了 有沒有 所以 顯然我少了什麼 少了.tess 因為裡面的資料 OK 所以 這邊記得 尾巴一定要加 如果沒有加的話 它變成說 它把整串 這個element 這個元素 通通通幫你把它print 所以 加了.tess 就是抓裡面的文字 這個文字 OK 試一下 執行 看一下會不會是中瓜湖 看一下 中瓜湖 第一個是它的類別名稱 第二個是它的中文名稱 第三個是它的英文名稱 不過有一些英文名稱好像沒有 OK 沒有不管 OK 看起來好像是對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中瓜湖裡面 放1 2 3 看起來OK了嘛 那OK之後的話呢 最後我們就是再加上兩行 其實就OK了 那兩行 其實你可以切到 之前講過的那個 寫入到工作表的這個 再加上存檔 乾脆把這兩個 Ctrl-C好了 然後直接一次 一氣呵成 然後這邊會多那個減號把它拿掉 OK 那就直接加上2跟3 有沒有 這邊記得要改一下 這應該不是appended list2 而是appended list4才對 就是把這些 串列怎麼樣 把它丟到sheets裡面去 這樣就OK了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可能會出錯 好像欄位名稱沒有 欄位名稱好像 如果現在appended進去 它變成就是一個一個塞進去 那沒有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欄位名稱我們其實是可以拿那個 剛剛的這個吧 這邊我們剛剛 這個 這個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放 放到這裡吧 放回圈上面 你可以sheets.appended 然後呢把它的欄位名稱 那欄位名稱的話就是 加上個中瓜湖 然後裡面的話分別就放 1、2、3這些東西 中瓜湖 裡面的話放第一個 記得喔 這個的話就是 第一個資料 錢或雙子套 豆點第二個資料 豆點第三個資料 給第三個欄位名稱 不用那個換行 OK 所以喔 如果你加了這個之後 就有欄位名稱 有沒有 它在回圈還沒 加資料之前 那我先加 三個資料 其實這三個欄位 然後一筆資料 有沒有 然後呢在底下就是 加1、2、3 放進去 有沒有 然後1、2、3 放進去 那這樣總共 我想應該OK了 然後最後把它Run一下看一下 可以理論上就把它存檔了吧 應該如果沒錯的話 直接 沒有錯誤訊息 看一下結果 在根本底下應該會出現有一個 按照那個什麼 修改日期來看 不過好像怎麼叫Member 對我剛剛都再沒改 因為有時候貼 貼了忘記改它的那個檔名 所以每次都Member OK 我想說怎麼會沒有 換個名稱叫TQC好了 OK 執行一下 好 這樣應該OK啦 然後把它執行 如果看到裡面的ECAL 假設是OK 是對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邊看 有了 TQC 有 這裡 打開看一下 如果上面藍位名稱有了 對 有沒有 第一列是藍位名稱 所以這一列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剛剛寫的 這個 這個的話 有沒有 所以這邊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寫這裡 寫第一列 OK 然後這一些的話呢 其實就底下這一串 有沒有 這三個嘛 它就是先APPEND的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這個 APPEND的第二個 然後APPEND的第三個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三個呢 放到 這一個 取得點APPEND的 就把它加到這一列 然後再換下一個 OK 那一時類推呢 就完成 最後記得SAFE 就完成這個結果了 OK 這個前面做過了 所以 應該都還 印象有吧 OK 剩下的熟練度問題 請各位試試看 我有把剛剛的這一段程式 也放在雲端 你們06004應該也可以找到第七頁吧 第七頁這邊也有 不過我要少了那個欄位名稱 我把它補上 這個欄位名稱 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